年復一年 騎著單車 為弱勢族群募款 由府仁大學發起的鐵馬環台活動 今年來到第十一個年頭 原本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不少同學擔心今年會停辦 所幸台灣防疫有成 讓這場公益環台活動得以如期舉行 我去年是因為要載一個身障身 然後要幫助他一個完成夢想的感覺 那我就想說今年想要自己騎 這十一年之間 從身心障礙身 清寒家庭到乳癌基金會 福大的環台車隊 幫助過許許多多弱勢族群 而今年他們要幫忙募款的對象 是車隊每年都會經過的 雲林弱色醫院 希望能為院內 接受早期療癒的小朋友 尋求更多資源 所以今年一個主題 就是為了我們天主教的 深入這個醫院的早療的兒童 那我們希望這個合作 只是一個開始 將來我們還有需要 更多更多的資源 所以今天這一次的活動 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就是說我們以這個為一個標的 來做一個募款的一個鐵馬環台 今年的環台活動 從台北出發 車隊一共七十五個人 每人每騎一公里 贊助單位就會捐出一塊錢 將運動結合工藝 讓學生們在環台的同時 也能把愛心散播到全台灣 外地新聞採訪報導 放在一鍋 細心 然後再說